新年会座室打造新城市 新北市议员张维茜 议员参选人彭一书 翁振州黄伟军 以青年会座室连线 初选登记抢投箱 在民进党受理初选领表登记的第一天 年轻人抢投箱率先完成登记 市议员肩负着我们市民大家的承诺 所以一书未来会跟着我们 青年连线来服务乡亲 年轻人有冲劲 以行动力表达参选年底新北议员选战 张维茜是现任议员挑战连任 以过去几年努力的成绩 争取选民认同 继续服务地方 我们秉持着服务第一的精神 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 新北市党部进行登记 希望可以把苏贞昌院长 服务第一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我自己本身的选区是中和 我以前是担任律师的工作 所以希望可以把律师的专业 跟对于富佑的照顾 继续来做一个更加深的服务 那希望各位乡亲 可以继续支持为歉 出事提升的彭一书 实际上服务地方的经验 相当丰富 过去几年跟着他的父亲 新北市议员彭成龙 立委吴其名身边学习 累积了好声望 接棒服务 土树三英区 我们希望借由青年的连线 惠作市连线 来让新北市市民 能看到青年参政的拼劲 所以希望青年参政的连线 可以让我们全部都能顺利过关 下届新北市议员应选66席 席次不变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 预计提名35席 山地平地原住民各一席 力拼全雷打 成为议会的最大党 记者游文一 板桥采访报道